我们刚刚特别讨论到 又是因为赖清德 和四县市首长远端连线的时候 六度追问了花林县长徐真卫 需要撤离的人数的时候 他说这个徐真卫 怎么只有说3000多人撤离 已撤离 但是赖清德手上的数字 是8000多人 结果就很清楚地告诉他 他把这两个人加起来 完全搞错了 涉及5000人 持住3000多人 结果他把他加起来 变8000多人 王洪文委员就说 赖清德为了立威 正在失控暴走中 别说问六次 赖清德问一百次都没有 而且对于徐真卫提出的 花莲风灾交通问题 还装死说不讨论 他说真的相当丢脸 输了理子与面子 好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看到三立新闻网 出了一篇幕后报道 他提到赖清德视讯时 追问徐真卫预防性撤村人数 党政人士 背后的两个关键 好那么究竟呢 这个当赖清德在进行视讯的时候 问到了预防性撤村人数和规划 只是当徐真卫报告之后 赖清德连续追问花莲 只有撤出3000多人 距离中央应变中心手上资料 8259人有所出入 到底是3000人还是8000多呢 徐县长和团队平翻资料却始终漏拍 无法回答 刘世芳在晚间9点记者会的时候还原真相 他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有关撤离人数管控的数字 是来自于9月27个县市自行提报的总体数字 换句话说8259的这个人数资料 是来自花莲县政府提供 他们自己却状况外 好那党政人士说 为什么总统视讯的时候 特地问预防性的撤村人数呢 这一题并非只有问徐真卫 当然也并非要刻意刁难 每个县市赖清德都有表达关心 提问背后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赖清德历任过台南市长 跟行政院长台风深惊百战 第二个关键赖清德期盼预防性撤村 能够达到实际的减灾作用 兵哥怎么看 怎么看 我觉得三粒就是故意要赶快洗地 对再洗 对啊我觉得这很无聊 你洗这有什么意义 其实三粒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赖清德其实根本不应该问各地人数多少 他根本连问都不该问 你是总统 你不是区长 好像这样 你要问的是各地到底需要中央提供哪些协助 然后灾情如何 是不是有 是不是未来预计判断需要哪一些东西 这是中央能够提供一些 不是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很多人以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你以为是什么 你是负责去查核 去监督各地有没有做什么事吗 不是这个意思耶 旧灾本来就是各地去做了 中央是为什么要成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目的 就是统筹 万一有哪一些资源或是哪一个地方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 中央能够调派人手资源 提供协助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你我觉得包括以前的苏贞昌跟现在的赖清德一样 好像都觉得自己像古代的皇帝一样 他们喜欢抽烤耶 对啊 他是在视察灾情你知道 你是把他当黄河泛滥你庸正 这是莫名其妙嘛 你问这东西干嘛 然后这样今天他跟你打3050跟2020 差别在什么地方 重点是人有没有撤出来 你要问的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这些相关撤的都撤了 撤了就好那也没有困难需要帮忙 可是他就是要召徐真卫你是不是状况外 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无聊 然后三立去洗这个更无聊了 因为昨天那个问答我们后来有看出来嘛 你看他有迟疑吗 我觉得没有啊 徐真卫不是看一看就告诉他我们3000多少人 不就这样吗 反而是赖清德连问六次你问他干嘛 你是听不懂国语还是怎样 那当然你说谁加错谁减错 这个难免都会有错误 这个东西我觉得根本没什么 重点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了像陆队长一样 你是纠察队你每天在查军记查口令啊 这个其实跟就是前两天发生的 所谓叫这些军官起立尽礼是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你身为一个最高领导人 你每天在注意一些小动作很无聊 国家大事国家大的方针 才是你要去管的东西 今天就算那些军官真的 假设我们先不要管其他因素 假设真的是那些军官忘记礼仪 他看到你没有站起来尽礼 正常人会怎么做 正常人就是事后跟顾一雄讲说 这个好像不太合思议吧 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再去教育一下 再训练他们一下 这个私底下交代就可以 哪有当场在那边发飙 在那边讲话都震怒了 这震怒不是我讲的 是御庸大记者讲的 所以跟我无关 所以我觉得重点在赖清德 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事 也就是他没有那个格局 其实你看赖英德上台到现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请问一下他在国际上有什么特殊的做法吗 完全没有 也看不出来他对国际上有什么规划 除了有抗中保台就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对内政也是啊 除了刚刚讲到的 就是去抓了几个人回来 那剩下呢 你对国家整个大的方向 整个内政想要做的事情 到底你要做什么 也没有出来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一晃已经快半年了 那接下来又半年 接下来又继续大家在罢免 在内斗再继续这样搞 然后赖清德第一任就去到一半 是这样吗 我们要的是这样一个总统吗 我们要的是这样一个台湾吗 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吗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你如果还搞不清楚自己总统该做什么 你要不要去问一下蔡英文 蔡英文至少有一点比他厉害 你知道 蔡英文从来不问什么数字什么东西 蔡英文是根本躲起来 不知道你看到 要不然就是出来念个稿子 念完就跑 就是这样啊 对 我跟你讲 即使是这样 他犯错的几率都比你低 为什么 因为他不负责任 那你是什么 你很想负责任我知道 这一点你比蔡英文积极 可是你不知道自己该负什么责任 这个就更糟 因为这样很容易被人家看破手脚 因为你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事情是这样 你不做的时候 人家觉得你莫测高深 觉得你好像很厉害 对啊 可是你一做 一出手就落叉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赖清德真的要仔细去思考 有很多东西不懂没有关系 其实总统不用什么事情都懂 只要你用了幕僚这些部长 这些院长懂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懂 你只要懂得用人就好 但是如果你用人也不懂 自己该做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事情还要抢着自己做 那到最后就难看 我讲一句实在话 当年马英九也是很多事情自己抢着自己做 冲在前面就挨骂的就是他 那这个教训蔡英文是深刻体会 所以他始终躲了就不出来 那赖清德你看蔡英文这八年 你还看不懂吗 那你的领悟力真的有够差 我最不能接受就是 比如说最重要的关键 比如说这样子 这个花铃跟他提出了需要有这个风灾交通问题的协助的时候 赖清德不讨论就关心这个预防性撤离的人数 一直在人数上纠结 那这个部分呢 今天政府长刘世芳又出来讲了 他说地方政府需要确实掌握人数 尤其针对这个集在人不在的部分 更要釐清并且回报 像是高雄市就做得非常精确 好那你还记不记得是不是去年啊 就是南投风灾的时候 当时陈建仁呢 还还质疑这个许淑华 没有超前部署 好像那时候也是拿来跟高雄比嘛 所以就觉得很厉害啊 民党政府专门在玩这一套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当然因为我看到那个8259人 到底从哪个表格出来 今天这个绿营他们都在传这张表格嘛 那里面有几个 就是这个跟那个三立报导有一些出入 就是他里面写说是 刘世芳说是9月27号 对 二县市自行评报 可是那张表格上面写9月25号 日期都不对了啊 日期也不对 那奇怪那刘世芳又被谁误导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中央灾害疫面中提供那个资料 给总统的用意是什么 那一份资料是告诉你说 这个各县市 所谓的那个保全户 就是说发生这些 有些叫土石流 有些叫水灾 有些叫可能一城孤岛 可能要去这个物资投放等等的 因为你知道一城孤岛不见得要安置啊 有些可能是要确认 确保说他的这个道路不要中断或什么 是有各种不同的因应措施嘛 那过去花莲 他包括凯米台风 他撤离的就是所谓的土石流前市区嘛 对 那这一区 每一次大概就是三千多人被撤离 好那这一次 其实你看徐政贵他也讲的很清楚 那8259还不是 还不是所谓的实际居住人数 那8259是叫户籍 户籍人数 所以呢像徐政贵他就讲的嘛 他说他们撤的是61个村里 1515户 总共在籍5884人 实际住了3061人 撤离了3013 他讲的其实是蛮清楚的 那只是说因为 我觉得那个是中央拿了一份资料 放在赖总统桌上 他说奇怪 你怎么跟我说应该要撤离8000多人 那这份资料 虽然说是花莲的县政府填报 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搞错了嘛 以后你把它搞清楚说 比如说台风灾害 县市政府应撤离的 为哪一种浅势 约多少人 你要把它分清楚 你弄一个8000多人 那当然我觉得赖金城看到他也觉得 奇怪 你中央 我现在看到数字是8000多 为什么你要给 你跟我讲3000多 他就是说 就说 我说在这个误解里面 他展现出来态度 不是去了解这两个的误差是什么 你真的撤离了吗 你是不是在骗我 他这个意思 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 可是对高雄 对其他的县市 他不会这样咄咄逼人 今天我当然 那当然我说各县市有各县市的状况 都不一样 可是这次台风 我觉得 赖总统对付徐真卫的态度 是很让人傻眼的 因为即便昨天上午 他们当然昨天上午的那个路径预测 是预计从高雄登陆 一路往东北 然后呢从这个花莲出海 本来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嘛 那现在看起来不会是这个路径 修正了 对现在看起来不会是这个路径 现在看起来花莲可能灾害会偏小 会比过去这种所谓直接从东部来的灾害 是要偏小的 可是当然好雨少不了 可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理论上 你优先关心的是哪些 屏东 高雄 台南吧 对赖青德来讲 最优先关心的应该是这几个县市 花莲这些 奇怪我这边的资料好像八千多人 那是不是请花莲县政府 再跟我做一个说明 好了嘛 就是 人家都已经讲到什么在籍 多少个村里多少户 都已经把这个数据都报给你 你就 就好了嘛 这个不用在那边 到撤离了吗 到底完整撤离了吗 那个叫做不相信 不信任 对那就是不信任 那这种不信任 就表示 尤其因为颜色的关系 如果今天是潘孟安当花莲县长 跟他回报 应该就不是这样的 那应该我这边的数字有一些状况 那我ok了 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 那这种领导风格是危险的 因为他是抱着怀疑的眼光去看 跟他立场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就就事论是 确实有一张8259人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统计表 放在赖清德面前 以后赖清德应该要去 只问中央灾疫苗 那你给我这8200多人的这个 有什么意义啊 对 对不对 对 这份表格没有意义嘛 我从小到大 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 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ACE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棗直萃 这有蓝光神对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3C产品 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酱 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CE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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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